他有一段姻缘 他的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 他跟阿弥陀佛请假 就愣眼睛啊 祝节的不圆满 他也给他做个新助 向阿弥陀佛告假 等我把祝节 祝完之后再到基罗世界去 阿弥陀佛同意了 就走 生灭之法全数虚妄 但生灭之中 有个不生灭的 这个要知道 生灭当中有不生灭的 不生灭的是什么 是自信 自信是什么样子 他有个样子 有 见闻就知 摄迦牟尼佛在论言会上 对波斯尼王讲 你这个肉身是生灭的 这个肉身里头有个不生灭的 不生不灭的 那是真正的自己 都是在哪里 佛迦牟尽讲 尽信 各位要知道 眼神有生灭 尽信 没有生灭 佛问他 你几岁的时候 第一次看横河 横河水 他想了三岁 母亲带他 在横河旁边走的时候 知道那条河叫横河 他见到横河水 他然后再问他 你十岁的时候 你感觉到你身体 是不是比三岁的时候衰老了 是的 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比十岁衰老了 那会衰老就是什么的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六十二岁 波斯尼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 六十二岁 他说你六十二岁那个贱 贱横河的时候 你这个贱 你贱有没有变 就贱没变 没变是真的 身体会变的 一年比一年衰老的时候 那是假的 那是生命 所以生命身当中 有不生不灭的心 见性不生不灭 稳性不生不灭 老的时候眼花了 那工具上成了问题 那不是见性的问题 你大概眼镜又正常了 所以那是 那个是生命 证明见性是不生不灭 文性是不生不灭 眼神是什么呢 你看到之后分别执着 那是背后 第六意识 第七识的操纵 第六意识在分别 第七识在执着 他在那操纵 可是讲经文就知呢 那个余六七识不相干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有个不生命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叫发生 叫发心 所以要珍惜 借这个假身 去把真的东西修出来 借假修真 假是身 这六根的根深 真是真是真心 焦光大师讲 楠严金 他有个著节 叫正门 写得很好 因为在这之前 焦光大师明朝人 跟廉池大师同时代 在这之前呢 解释了严金 多半都用 天台家的三知三观 来解释了严金里面的 什么他三摩 承诺 焦光大师提出 他的心的看法 他说 楠严金里面的 这个 这个三知三观 跟天台不一样 为什么呢 天台没有立心意识 楠严金上是讲 事实用根 所以 跟天台家的讲话 思想上不相同 所以他重新做个著节 就这么 你们在虚文上看到他 他有一段音乐 他就寿命到了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他跟阿弥陀佛请假 就愣眼睛 著节的不圆满 他也给他做个新著 向阿弥陀佛告假 等我把祝节 祝完之后 再到基罗世界去 阿弥陀佛同意了 就走了 他不会说假话的 虚文里头 有这么一段故事 所以 愣眼神 是也实用根 教我们 那修行怎么 你看 不要用眼神看 用见性看 听 不要用耳识去听 用文信去文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反文文自信 信尘无上道 说的是不错 可是不容易 写实用根 可不容易 写实用根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放下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那你所用的 全世界文就值 六根的根性 不是六十 这些道理 我们都明白 叫解物 我们没做到 没做 没放下 放下了 那就是真的 那叫正物 明白 而没有做到 解物 这个解物也是 经教 熏习的变数多了 常识熏习 慢慢就明白了 明白就要看不过 知道四世真相 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佛在论言会上 就是教我们 你尽量去用 六根的根性 不要用 有识 我再说一遍 识是什么呢 识是执着 莫娜是执着 意识是分别 第六意识是分别 阿赖也是 落影响 前面的这个五十 那是受了 阿赖也三西相的影响 他跟他们走了 所以 言而比赦身就造业了 这千五十造业了 如果跟着自信走 跟着建文觉知走 千五十 叫尘所作之 成就如来度化一切众生 变成度众生的工具 无量功德 识实实在讲得出来 识地六意识 不要分别 识地七识 不知足 识阿赖也识 不落痕迹 那什么境界 无量受精神 清净平等就 不执着 心就清净了 不分别 心就平等了 不迷惑 就开悟了 焦光那是住得好 所以任言经 焦光之前都叫救助 焦光之后 很多人学他的 这叫新助 救助也很难得 为什么呢 一般人学习 毕业容易 心住是住得好 可是初学人 不容易打倒 这叫提醒我们 生灭这个色身的 真的有不生不灭的 在 不生不灭的这个信 除建文教制之外 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从讲建文教制 也得与大乘法 有一点基础 没有基础 也很难讲得清楚 很不容易体会 阿 阿弥陶佛 阿 阿弥陶佛 阿 阿弥陶佛 阿弥陶佛 好